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首词表达出了很多人壮志未愁的遗憾和不甘 我们来欣赏一遍这首词 破镇子 为陈同府赴壮词以记之 颂 心气急 醉里挑灯看见 梦回吹脚连吟 八百里分辉下至 武师贤藩塞外生 沙场秋点兵 马坐笛炉飞快 功如霹雳贤金 了却君王天下士 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 白发生 心气急生活在北宋向南宋过渡的特殊历史时期 由于他的家乡已经成为金国统治的地方 21岁时 心气急便参加了义军抗金 他胆识过人 立下了许多战功 后来心气急归顺南宋朝廷 积极主张恢复宋朝大业 可是南宋朝廷安于现状 对心气急的主张不予采纳 心气急也遭到了主张义和派的记恨和打击 他一度复闲在家 没有任何职务 前后长达20年 这首《破阵子》为陈同府复状词以记之 就是心气急复弦期间创作的一首词作 根据词中小叙 为陈同府复状词以记之可知 这是心气急写给陈同府的一首词 陈同府就是陈亮 是心气急的好朋友 也被人称为龙川先生 陈同府也是一位主张收复河山的人物 因而与心气急一样遭到义和派的打击 心气急和陈同府因为有共同的志向 两人一起相投 经常是诗词相赫 这首《破阵子》第一句 最离挑灯看见 非常有画面感 作者喝完闷酒之后 思绪无法平静 把昏暗的油灯挑得更亮 拔剑出窍 仔细观摩起来 词人看着这把跟随自己上阵杀敌的宝剑 不禁陷入了沉思 随着时间的消逝 词人总算是睡着了 刚一入睡 就进入了梦回吹角联营之中 作者回到了他曾经带兵作战的阵营 而此时的阵营显然是大战在即的场景 将士们在各自的阵营里就餐 为即将到来的大战养精蓄锐 就餐一结束 在嘹亮的军歌声中 将士们马上排成整齐的队伍 这是一支军容整齿 训练有素的队伍 这两句写出了全军将士们昂扬的斗志 展现出激昂豪迈的战前场面 夏雀开篇两句 马座敌卢飞快 功如霹雳贤京 战斗开始了 我们从这两句中仿佛看到了战争的场面 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胜仗 既了雀君王天下士 又赢得生前身后名 此作写到这里 也令读者欢心鼓舞 热血沸腾 然而梦醒了 作者回到了现实 他回味着梦境中的壮举 不由的感慨 可怜白发生 随着一声长叹 曲终确尽 将作者强烈的忧愤与痛楚 表达的淋漓尽致 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过各种各样的梦想 也许因为某种原因并未实现 当年华老去读到这首词 我们一边感慨星系集的壮志未愁 一边也许会想到自己深埋心底的梦想吧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 也欢迎您给我们留言互动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